D100網台 講足百人 主持 江少 施建章 逢星期五上架 快點去上環D100專門店 或者登入D100.net訂購 當時我做Model 意大利的第三把教育 尋求其家 上簽意大利 但當時自己已經成名 無理由放棄 無故放棄 香港又去意大利 又改行 這個可能性不高 難聽說也有很多路可以走 除了意大利 德國的書恩 也曾經想邀請你的法蘭克福 是的 這是真的 是的 這是真的 但當時自己想 現在已經28、29歲 過去又要重新來過 又不知道適不適應 香港又踢得好一點 過去又踢得多少年呢 這是考慮問題 卿哥 我想說回70年代 如果你過去 應該有兩位外籍龍門 另一位外籍龍門 就是凱沙羅頓的瑞典國 叫凱斯德林 是七、八年世界級 其實當年的水準很簡單 真的三個字 世界級 不是只有教練都說 都不會介紹我 是 是 如果你說回這裏 譬如說你那時候 你肯精工也踢得好地地 但就在70年代 我想是73年左右 都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張子代想拉攏你過魚丸 其實也不是 精工就加身挽留你 但同時間 探長顏雄招攬你去江華做大敵棋手 當時是三間球會 你要三選一的情況下 你最終選擇去江華 其實 不是張子代招攬我的 是 是 醫院當時的楊子明 梁子明 還有那個捉主 我不記得 是 選換帳 是 就約我宵夜 嗯 本來都談得好地地 嗯 本來我也有意思 過如遠 是 因為為何呢 清工 為何因為我要走呢 嗯 黃聰先生 黃聰先生 好像明天就要離開香港 回泰國 是 那就約我去見面 約我去見面 談下屆怎樣 是 第一句說 你上屆表演好像 沒有之前那麼好 是 那我已經打一打得了 是 是 是 那我問 那又怎樣 嗯 嗯 加薪那裏 即是我直結問他 是 你給多少 因為你知道 已經有求會了 是 是 是 我都不需要 轉回去 是 是 我說加薪那裏怎樣 他說 等幾天 等我從泰國回來 是 是 那他老爸 黃子明 黃子明 就剛經過 是 是 他老爸就說 他要多少 你就給他多少 不要多說 是 即是跟黃先生說 是 他要多少 你就要給他多少 你不用多說 是 他家人對我很好 是 那個人都很疼我 是 那個人對我很好 大波也不用多說 直接跟黃先生說 指著跟他說 他要多少 你就給他多少 他要給他